詞曲 李宗盛 上次跟大家介紹完這個戰術背心之後 今天再介紹多個配件給大家 就是這個 和這個 它們都是一個drop pouch 就是一個袋底袋 用了它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保護肚臍的位置 還有有些 淋滋的東西都可以放進去 好 我們先介紹這個大一點的 這個大一點就是The Dengler的drop pouch 這個呢 我們一拉開拉鍊 就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橡筋帶 會更加整齊去做一個收納 好 關上拉鍊 關上拉鍊的同時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拉鍊的位置非常之大 不會說很小 很難找到 很難去拔到 甚至我們玩的時候 會戴手套 戴完手套 觸覺 感覺上 比較難去捉到很細微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設計到很大顆 無論你戴了手套 或是沒有戴手套 都可以很輕易地找到拉鍊位 拉開它 好 我們看看前面 也是有一個魔術貼的設計 可以讓你貼上一些 你喜歡的配色 好 我們看看底部 底部 也會有一個橡筋帶的位置 這個橡筋帶 你也可以放一些 可能紫血帶 或者其他你喜歡的配件 也可以 後面 做一個魔術貼的設計 就可以讓你輕易地貼上 你的戴術背心的位置 好 介紹完這個Dangler的Drop Pouch 之後 我們再介紹旁邊的那個 好 這樣來到這邊 這個很明顯是比剛剛那個 再細一點 這個就是Dominidangler 就是一個迷你版的Drop Pouch 迷你版的袋底袋 其實跟剛剛那個袋底袋 都是一樣的 設計上面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拉鍊位 裡面都是有橡筋帶 外面也是有一個魔術貼的位置 給你貼一些自己喜歡的配色上去 還有後面也是做一個魔術貼的設計 但是最大的特色 跟旁邊的不同的就是 它比較小一點 長一點 其實如果你問我要選 這個Dominidangler 還是Dangler 我就覺得 都是要配合你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覺得不太大 不需要裝那麼多東西 你就買小這個 對吧 如果大家都喜歡 Dangler 或者Dominidangler 想上來買一個的話 就快點上來我們PTS Steal Shop 還有還有 記得Like我們IG、Facebook 以及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分享出去 告訴你的朋友 原來這個東西叫袋底袋